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杀了段正纯 康明 你 怎么 那天晚上你为了我 连你最敬重的马大元你都杀了 这次再杀一个段正纯 又有什么差别吗 我不是存心要杀马大哥的 我是无心的 白长老 马大元不是你们的副帮主吗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因为那个老家伙 撞见了我和白长老的好事 就算我们不杀他 我想他也没有脸再活下去了嘛 原来马大哥 是马夫人与白长老所杀 白长老 我曾经暗示过你 你怎么还让自己泥足身险 还跟康明纠缠不清呢 你真是太对不起马大哥了 白长老 你杀了马夫帮主 已经主称大错 你不可一错再错 你别听他啰嗦 他中了石箱迷魂散 你快替我杀了他 康明 难道我对你来说 就只是替你去杀人的工具吗 我不要再听你的白布 你不杀 我杀 谁 到底是谁 一定是他 一定是马夫帮主 他来找你们报仇了 妈 谁啊 我好亲啊 马大哥 是我还死了你 已经成全了我吧 马大元你个胆小鬼 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娘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马大元的鬼魂 凡是知道真相的人都得死 我 我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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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不是 夫人 郡主 端狼还在里面 快去看看 好 小桃 端狼 站住 除非我们家主公让你走才行 端狼 你怎么样 阿兴 红棉 我们就不应该救你 让你死在这个骚狐狸手上 秦妹妹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先把他救走再说吧 妄为人夫 人夫的男人值得救吗 婉儿 阮姐姐 这个女人把端狼喊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等等 就这么一刀杀了他 太便宜他了 既然他想一刀一刀割下我爹的肉 那我们就一刀一刀割下他的肉 岂不是更好 有道理 否则的话就太不解恨了 后面 不要 都是我的错 是我的多情 害哭了他这一生 就算了吧 算了 这个女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为他求情 想不到 段狼对我的情意 比对你秦红棉深多了 红棉 不要 小康 小康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不要再为难他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想干什么 原来是这个东西把我爹给害惨的 既然我爹不忍心割你的肉 那就让你尝尝这石箱迷魂伞的味道 不要 不要 阿子 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乱动 阿子 既然已经救出了你爹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我们走 段狼 阿子 快走吧 走啊 娘 娘 娘 怎么了 阿子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姐夫要是回来没看到我们 还以为我们出了什么意外呢 要不 娘 你们先走 我在这儿等我姐夫 那你要当心啊 千万不要乱来 放心吧 娘 我武功这么好 快去找我爹吧 去吧去吧去吧 快去吧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本姑娘看你一个人太无聊了 你给我讲个故事 解解闷儿吧 你爹说过 不许你们为难我 不许你们为难我的 有吗 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 要不 你让我爹再说一次吧 你如果要替你爹解气 那你就杀了我吧 谁说我想杀你 谁说我想杀你 我只是想用这把刀 在你的脸上 轻轻地划几刀 然后让你变得跟我一样丑 省得你再去勾搭别的男人 我要把你的脸 华晨棋盘 莫哪里好呢 这里 我求你了 一刀杀了我 杀了我 不行 不行 我还没玩货瘾呢 怎么舍得让你死啊 你说 我要是把整罐蜜 都抹在你的身上 引来一群蚂蚁 虫子 在你身上乱爬 乱咬 乱钻 是不是更有趣 更好玩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居然这么狠毒 我这才刚刚开始 你怎么就说我很毒呢 你等着我再去找几只蜈蜈蜈 几条毒蛇 让他们在你身上 慢慢地 慢慢地 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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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比这个更有意思 你等着 我马上回来 千万别死 等我回来 慢慢陪你玩 等我 等我 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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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样 我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杀死 杀了我 一刀杀了我 断王爷仁呢 难道 你认为那些贱人 会让他在我身边多留一刻吗 你还有资格骂他们 快告诉我 燕门关一战的带头大哥 到底是什么人 我忘了 我忘了 你来找我的原因 不就是想知道 杀你父母的带头大哥是谁吗 可以 我告诉你 但是 你要求我 我高兴了 就告诉你 你还没有说几字 算我求你了 你还没有说几字 你还没有说几字 你这有事啊 they are there 但是 你还没有说几字 可惜已经晚了 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全都是你害的 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假我 究竟谁身在偷大哥 有件事 如果不说出来 我死也不甘心 什么事 你知道吗 当初你救了我以后 我就把我的心给了你 可是你却阴差阳错地 让我嫁给了马大元 他该死 你也该死 就为了这件事 你让这么多人亡死 早知道你是个 蛇蟹心肠的女人 当年你跳楼 我就不该救你 可是你就是救了我 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是 我真是后悔末期啊 为什么当初你救了我以后 你连一眼都没看过我 就算你没嫁给马大哥 我也不会多看你 救你 全是因为测语之心 你骗我 你骗我 你怎么可能没为我动过心 你怎么可能救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你怎么必须要救你 你就要救我 你为什么要救你 就要救你 我 你怎么办 都老我的 那我 你怎么办 你当然不该原谅我 小枫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不知好歹 我才向煽动马大猿 来揭发你的身世 让你身败名利 无立足之地 这么说 王帮主送我的膳子 也是你偷去的 对 那权官惊反我 也是你鼓动的 没错 我用我的身体勾引了百世纪 用银两收买了权冠青 但是你知道我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吗 我是因为要逼你 逼到你不得不来找我 只为了逼我来找你 逼我走投无路 你竟然杀害无辜 甚至谋杀亲父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谁让你对我无动于衷 谁让你无视我的存在 只有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才不会那么趾高气扬 目中无人 我都想好了 只要你落魄了 那个时候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 陪在你身边 做一生一世的夫妻 小枫 你知道吗 你是我这辈子爱过最深的男人 可是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为什么始终不明白 你是马大哥的女人 是我们的嫂子 你嫁给马大哥 无论是什么原因 无论马大哥是生是死 你生是马家的人 死是马家的鬼 我不 我骗不 你让我活着受罪 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就要拿你最心爱的女人来偿命 你是故意陷害阿楚的吗 你是故意的 谁让她假扮成白世经来欺骗我的 何况要不是你们俩亲自送上门 我害得了她吗 我只是善加利用机会 使了一招借刀杀人 利用你去杀害段正纯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两个伤害我的男人 死在我手里 你真的比蛇心还恶多三分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是你们逼我的 段正纯只是伤害了我一次 欺骗了我一次 而你呢 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我 你是这辈子 杀害我最深的男人 我不要再听这些了 你可告诉我 谁是带头大哥 究竟谁是带头大哥 你敢这样侮辱我对你的爱 好 你越是想知道 我就越不会告诉你 我宁愿死 也不会让你报这个仇 这样 你就会恨我一辈子 也会记我一辈子